大家好,又是一个周日,我们再度相聚,我开始讲这个第二波民主化系列的第三讲,我们第一讲是在今年大年初一,在日本通过线下来举行的。 这个后来这个录像好像是录像还是音频已经放到油管去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讲主要就是讲所谓的第二波民主化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定义这个所谓第二波民主化。 那么第二讲是在上个月,我们讲了第二波民主化之所以难以善后,就是难以巩固的四个原因。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这是第三讲,就是那么从第二波民主化的经验教训来看,是吧,这个混乱造成这个民主的困难,是吧,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解决的可能呢? 或者说,这种状态是不是有避免的可能呢? 所谓解决的可能就是说,在乱中民主,在乱中如果建立了民主的话,这个民主是不是绝对就不可能巩固下来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那个所谓的乱中民主如何善后。 那么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说,既然乱中民主建立比较困难,是吧,或者说建立以后巩固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实现民主化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在乱中去搞民主呢? 是吧,能不能在乱前就可以搞民主呢? 这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内容,叫做乱前民主如何可能? 是吧,乱前民主如何可能?乱中民主如何善后? 这就是我们第二波民主化系列评论的第三。 其实啊,我们的前两个讲座,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实际上这个乱中民主之所以很困难,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在于专制制度本身。 至于这种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什么文化的背景下,倒并不是太重要的,是吧,乱中民主之所以难以,之所以困难重重。 其实并不在于这个国家在东方还是西方,是新教还是天主教还是儒教还是什么别的教,是吧,而在专制这种制度本身,它的危害, 它的危害第一在于专制制度本身在这个制度下就有很多的弊病,啊,这个是我们不用讲的了。 而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这个制度的最大的弊病在于,即使在这个制度垮台以后,也很难产生新的,啊,不同于以前的制度,是吧,也就是说,专制制度造成一场大乱以后, 啊,很大概率乱中出现的还是,啊,专制,甚至有可能是更极端的专制,啊,我前面已经讲过, 往往原来那种专制,呃,都是收拾不了乱局,是吧,所以要通过一场革命产生, 比原来的铁蓝更为极端的铁蓝,才能够削平群雄,是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会造成非常大的一场,呃,非常大的灾难,但是实际上啊,越是专制,就越容易出现这个可能,这是一种逻辑,啊,和文化其实是没有,和文化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是吧,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呃,其实有一个,以前呢,有一个人说,打了个比方,他说啊,呃,这个专制制度下的变革啊,就像是一个,啊,就像是一个,啊, 是一个人说,你看,只有专制是可行的,是吧,因为,啊,假如我,啊,假如没有我, 啊,那你们都得使,是吧,因为你们都不会驾船,不会掌舵,甚至都不会游泳,是吧,那你只能听我的,是吧,实际上这个专制制度本身就有这样的问题,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第一,它会压抑社会的再组织功能,是吧,它会,啊,甚至极端的转制,它有可能铲除,啊,它不仅公民组织不允许存在,甚至连小共同体, 它都不允许存在,是吧,因此这样的体制下,整个社会就,啊,极度缺乏组织资源,或者说组织资源高度的一元化,是吧,就是这个组织资源完全集中在,啊,那个,那个,那个皇权的手里,是吧,那你反抗皇权,皇权一崩解,这个社会就变成一盘善杀,很难,啊,进行再组织,很难进行自组织,是吧, 于是就形成混乱,是吧,那么形成混乱,人家说,呃,有些人就说,你看,这是民主的罪过,其实这不是民主的罪过,这恰恰是专制的罪过,是吧,专制不仅本身造成, 而且还造成了,啊,专制造成的一种路径依赖,是吧,那么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啊,那么就应该知道,这个民主是值得追求的,是吧,呃,当然尽可能避免,啊,出现混乱的时候,呃,再来搞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啊, 啊,那么在混乱中,你也不得不搞,是吧,因为道理很简单,啊,如果不搞,那么,呃,重复来一场,那个新的王朝,是吧,那个,呃, 呃,指望一个铁腕,是吧,他那个,那个扫平群雄重建,那个秦治,是吧,那可是秦治他永远不能长治久安呢,世界上,呃,还没有一个国专制是可以做到长治久安的,那么,下一轮还是照样是流血成河的,是吧,那个,呃,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那还是这样,所以,还是只有,呃,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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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制度的,呃,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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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靠武人 不是靠那个铁腕的强人 武力扫平群雄 建立更为专制的铁腕统治的呢 可以说这相当困难 但是我们的确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这个例子中啊 我今天想讲的就只有两个 这两个我之所以选择两个 就是欧洲的杰克斯洛伐克和亚洲的印度 这个印度我刚才讲了 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建立了民主国家 1947年虽然不是凡尔赛条约以后 杰克斯在凡尔赛条约以后 凡尔赛体系中 是那个奥雄帝国的 那个废墟上建立的 那个众多国家之一 那么印度是在1947年独立以后建立民主制度的 那么1947年当然不是一战以后了 但是我前面已经讲过 第三波民主化我的定义是 从那个1970年代的地中海之春开始的 就是那个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三个南欧国家的民主化 接着又是东欧到了80年代 东欧的民主化开始的 那么印度在1947年建立 独立以后建立民主 这显然是也是在这第三波之前 所以我们也可以纳入到第二波去讨论 那么杰克斯洛伐克和印度 一个是东方 一个是西方 一个是基督教 一个是印度教 一个是大而穷的国家 一个是少而小而富的国家 那么这两个国家 他在大乱中都能够建立和巩固民主 这里我要讲 杰克的民主最后是被希特勒搞掉的 但是那是外部原因了 那是那个希特勒的从外部吞并 把他给消灭了 但是至少他并不是因为内生性的原因而失败的 所以我们如果不考虑这个外部侵略的话 也可以把它视为第二波民主化成功的一个范例 那么杰克斯洛伐克和印度 这是两个在大乱中建立民主 而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巩固下来的两个案例 那么我们先讲杰克斯洛伐克 杰克斯洛伐克是我前面讲了 是1918年作为凡尔赛体系下的新生民主国家 在奥雄帝国的废墟上诞生的 当时他与奥地利 匈牙利 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和波兰 这几个帝国遗产分割重组而形成的新国家 一样都面临着那个建国初期的动荡 尤其是各民族的冲突 是吧 然后社会上下层的冲突也有 就是阶级之间的冲突 左右的冲突和尤其是身份政治造成的民族和宗教的冲突 在杰克斯洛伐克同时都存在 但是杰克斯洛伐克跟其他这几个国家不一样 首先杰克斯洛伐克在后凡尔赛新兴民主国家中 应该说他有得天独厚之处 杰克斯洛伐克本身是大奥雄帝国境内最发达的地区 他仅凭占帝国13%的人口 贡献了奥雄帝国70%以上的工业产能 他生产了帝国60%的钢铁 75%的化工产品 尤其是机器制造和军工 更是一支独秀 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 因为所谓的杰克造机枪 在1920年代的中国就是大名鼎鼎的 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机枪了 在20年代的杰克造 到了30年代日本的什么歪霸子 才民生才盖过 那么在抗战争以前 中国人熟悉的机枪都是杰克造的 这实际上也就是显示了杰克军工的生产能力 那么实际上 从独立以后到二战前的杰克 曾经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 仅次于美国 德国 苏联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比当时的日本 波兰 西班牙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 多数工业国排名还要靠近 杰克的农业其实也很发达 不仅粮食 自己有余 而且还出产特种农产品 比如说奥匈帝国 当年奥匈帝国经内92%的糖 40%以上的酒和啤酒 都是产自后来的杰克这个土地上的 那么杰克的工业原材料也挺丰富 不仅粮食 自己有余 杰克与波兰共享的西里西亚 是欧洲最大的煤田之一 可以说从工业制成品到农业和原材料 杰克都不缺 分家以后 我前面讲的那几个国家 什么匈牙利亚 罗马尼亚的苦日子 杰克人并没有感觉到 杰克斯洛伐克建国的时候也有动乱 杰克族在这个国家人口才过一半 其余德意志人 斯洛伐克人 匈牙利人和罗塞尼亚 就是杰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乌克兰人 或者说叫做外卡尔八千乌克兰 这个罗塞尼亚以前从来就是奥雄帝国的土地 那么后来就划给杰克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被俄罗斯统治过 但是后来到了那个二战前 那个苏联就占领了这块地方 以后就合并进了那个今天的乌克兰 那么实际上那个很多人说乌克兰人 跟俄罗斯处在一个国家已经有几百年了 其实这要看是乌克兰的什么地方 那个外卡尔八千乌克兰 其实进入苏联 其实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从1944年 从1944年到1991年 那个半个世纪都不到 那么罗塞尼亚人在 也是当年杰克斯拉伐克的一个少数民族 或者说叫做乌克兰人 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分离倾向 但是杰克 他不仅具有工业化社会 那个阶级分化发达 身份对立淡化的特点 这个工业化社会 就是马克思讲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了 那个主要的社会分层就是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其实我已经多次讲过 这个阶级对立在民主制度下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但是那个种族和宗教对立就比较难以处理 那么作为一个工业化社会 他和那个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 乃至后工业化社会都不一样 他阶级分化发达 身份对立相对而言比较淡化 那么 战前在奥雄帝国境内一定程度下的自治 在这个自治条件下 杰克也是帝国境内民主政治比较有基础的地方 这个我和我后面要谈到的马萨里克这个人 当然有一定的关系 那个战前在奥雄帝国境内政治发展也不平衡 相对而言 在奥雄帝国的地方自治中 这个杰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民主派就是比较强大的 那么 加上 杰克又是欧洲很出名的世俗化民主 可以说整个欧洲 现在如果我们相信目前的统计 那么 杰克人是自己报宗教的 各个宗教的那个统计中 杰克是绝大多数人 不报自己的宗教信仰 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 当然我这里讲 没有宗教信仰和主张无神论是不一样的 没有宗教信仰是指不相信某一个教义所描述的那种特定的上帝 但是他很有可能还是信神的 犯神论 或者说自然神论等等等等 比方我自己就认为我不是任何一个教的教徒 主要就是我不愿意加入任何一个教会 但是我并不是无神论者 杰克人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杰克在欧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世俗化民族 我们现在都经常有一个说法叫做波西米亚风格 或者说波西米亚习气 或者说波西米亚风 什么叫波西米亚风呢 指的就是比较世俗化的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活得比较轻松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那个 有人说是比较颓废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没有那么高度紧张 那种信仰 这个当然和杰克的历史上有关 杰克历史上曾经有过激烈的宗教冲突 历史上有过胡思宗教改革 而且那个欧洲 中世纪晚期最厉害的宗教冲突 就是那个三十年战争 是吧 和宗教有关的各个诸侯之间的冲突 胡思宗教改革 其实也造成了一场胡思战争 胡思战争和三十年战争 这两场战争都是 在杰克宗教改革以后 新教徒 那个成长的一个结果 新教徒成长 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镇压 那么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天主教 可以说两次 在欧洲宗教改革地区最成功的把新教给消灭掉 就是在杰克 那么胡思宗教改革也失败了 三十年战争也导致这个杰克的新教徒被镇压得很厉害 那么这两次事件以后新教被残酷镇压就一决不正 一决不正 但是 奥匈和神圣罗马帝国 哈布什宝王朝 这都是天主教的政权 而当时的奥匈 哈布什宝王朝 神圣罗马帝国的官方天主教 又被捷克人所厌恶 之所以有胡思改革和捷克人对天主教的厌恶就直接是有关系的 捷克人本来就讨厌天主教 于是就拥护胡思 但是胡思又被镇压了 而且被那个镇压的相当残酷 所以那个虽然新教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天主教仍然是被捷克人厌恶 因此捷克人中 无信仰者 当然也包括其中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 在整个欧洲来说比重都是最高的 在那个90年代 就是那个民主化以后 因为民主化以前 当然共产党统治下 报对宗教是有压抑的 很多人可能都不愿意报 而且那个无神论当时时髦 可能报的也比较夸 比较就是比较多 但是90年代 给那个统计 捷克人中间 但是胡思又被镇压了 而且被那个镇压的相当残酷 所以那个虽然新教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天主教仍然是被捷克人厌恶 因此捷克人中 无信仰者 当然也包括其中有一部分是无神论者 在整个欧洲来说比重都是最高的 在那个90年代 就是那个民主化以后 因为民主化以前 当然共产党统治下 报对宗教是有压抑的 很多人可能都不愿意报 而且那个无神论当时时髦 可能报的也比较夸 比较就是比较多 但是90年代 给那个统计 捷克人中间 这里我要讲斯洛伐克和捷克 在这个问题上很不一样 斯洛伐克天主教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当年他是属于匈牙利的 那么捷克就不一样 捷克就更世俗化 所以所谓的波西米亚风 也指的就是 也指的就是捷克 因为波西米亚 斯洛伐克是不算波西米亚的 波西米亚就是捷克 那么90年代的统计 捷克人中有44.7% 自称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34.8%自称是无神论者 我前面已经讲了 没有特定宗教和无神论 不是一回事 但是这两者 在捷克人中都比较多 那个44%加7 加44.7%加34.8 就已经80% 就已经80%多了 天主教徒在捷克斯洛伐克 在捷克人中只占11% 而新教徒就更少 所以会有波西米亚风这种说法 波西米亚风 实际上就是世俗化风的同一词 那么这个高度的世俗化 对民主化有什么影响呢 我其实前面讲过 在面临严重的压迫 要争取民主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世俗化 这个时候的世俗化群体啊 很难出现圣徒 这可能是一个不利与专制抗争 是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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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愿意付出代价 呃 呃 去争取民主 呃 而且呃 呃 呃 你不在乎呃 多数人可能会搭便车 是吧 因为所谓的圣徒嘛 就是呃 自己愿意牺牲 但是不强加于人的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很世俗化的群体啊 呃 相对而言可能难以出现圣徒 这可能是一个啊 不利于民主出现的啊 因素 但是 民主一旦实现以后 要避免极端身份政治来撕裂宪政 世俗化 却可能反而成为一个有利的因素 啊 也就是说 世俗化也许是不利于啊 建立民主的啊 反抗专制建立民主 是吧 那个啊 我们之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说基督教呃 跟民主有关系 是吧 我们的一些所谓保守主义朋友最近特别强调这些东西 呃 从事实上看 最早实现民主的国家都是信宗教的 尤其是信基督教的 是吧 这个的确是一个事实 但是这种呃 这个呃 但是这种现象是不是啊 只能够用特定的教义来加以解释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是吧 我更倾向于呃 用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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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业性能够有更大的几率产生圣徒来争取自由这样一个公共品 或者说公共性最强的公共品 这可能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但是民主实现以后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民主政治最容易处理的其实是阶级矛盾 而不是身份政治 那么阶级矛盾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矛盾 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引起的矛盾 那么如果阶级矛盾不发展 但是那个种族和宗教的冲突都非常之尖锐 这就是那个宗教情绪很强烈 甚至有强烈的原教主义冲动 那么这种极端身份政治就容易撕裂宪政 世俗化反而成为一个有利的因素 那么杰克他的那个民主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奥雄帝国解体的背景下产生的 所以他的世俗化 可能不利于建立民主这一点 其实影响并不大 因为那个奥雄帝国解体以后 反正所有的国家都当时都卷入了民主潮流了 而在第二波民主化中 这个民主要巩固 是吧 我刚才讲了 那个杰克人更为世俗化 可能是反而成了一个有利的因素 那么与此我还要还要讲 其实啊 在由专制到民主的过程中 所谓的圣雄其实就是某些杰出的个人 那还是很重要的 说那个有的时候啊 一个国家能不能建立民主 或者说一个国家能不能走向进步 尤其是在民主不发达的时代 那是对杰出人物起的作用可能就可能就更大 那么二战以后的一战以后的杰克斯洛法克 还很幸运的拥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啊 就是托马斯马萨里克啊 这个人呢 在不仅在杰克在整个欧洲 都很有名啊 这个外语中啊 有几个很有名的人是 人们是有一个简称的 有一个缩写的 就像那个肯尼迪 是吧 那个匪赤杰拉尔肯尼迪 就是那个叫什么 TDK 是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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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金 是吧 就是 MLK 是吧 还有那个 罗斯福 这个都是有简称的 都是有缩写的 那个 托马斯马萨里克 就是TGM 这个不仅杰克人都知道TGM是谁 在欧洲很多人也都知道 这个TGM 提到马萨里克的时候就提TGM 就是托马斯 乔治 那个马萨里克 那么 这个人是一个很杰出的 很杰出的凝聚核心 马萨里克 是一个举世罕见的 学问 做的 想异于世界 是一个大学者 总统也当得青史留名的一个双重大腕 其实啊 这个 大学问家做总统不见得就做得好 这个 我曾经以前曾经讲过 像那个保加利亚的斐洛夫就是一个典型 他本人是 把保加利亚科学院的院长 可以说是保加利亚当时最有名的学者 但是他的总统是当得一塌糊涂 是吧 那个乌克兰的库奇马也是这样的 库奇马是很有名的那个核工业的那个专家 那个那个也是一个学术大腕 但是他的总统也当得也当得很糟糕 但是马萨里克不一样 而且马萨里克他出生也很有意思 他的父亲是杰克人母亲是斯洛伐克人 他在很多国家都做过研究和读过书 他在梅也纳大学 以德语研究社会学 尤其是研究自杀 他对自杀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 获得了名声 后来他回到杰克 提倡杰克化 当时大家知道杰克是完全德意字化的 我给我在一些场合讲过 那个布拉格虽然是一个斯拉夫人的 但是几乎全是讲的德语 杰克历史上的所谓文豪 包括那个 包括卡夫卡 包括那个写那个叫做好兵帅客的那个人 这些人很多 很多那个杰克的文学家都是讲德语的 都用德语写作的 所以那个一些斯拉夫人 包括波兰人和塞尔维亚人 到了布拉格就很受刺激 我在塞尔维亚游学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过 那个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 和几个国家的国歌的作者 那个国歌叫黑斯拉夫人 这个作者就是在布拉格 看见大家都讲德语 就是受到刺激 就写了这首歌 那么在大家都讲德语的布拉格 这个马萨里克在十九世纪后期回来以后 就大力振兴捷克文化 他可以说是捷克文化复兴之父 他作为哲学教授 首先创立了查理大学的捷克部 我们知道现在如果在捷克要去读书 查理大学就相当于北京大学和日本的东京大学 是捷克毫无疑问的最高学府了 那么查理大学 他原来是一所德语学校 然后在马萨里克去了以后 就建立了两个分校 一个是讲德语的 一个是讲捷克语的 那么讲捷语的查理大学 就是马萨里克是创立者之一 那么马萨里克作为哲学教授 在查理大学 捷克语言文学历史都是开拓者 但是这个人 他一方面是捷克文化的大力弘扬者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坚决不把弘扬捷克文化 当作一种政治正确来不择手段的去搞 当时有一个是对马萨里克的学术声望 有很大的影响的 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说 捷克语有一部古籍 据说中世纪就用捷克语写的东西 叫做宫廷手稿 这个东西有的人说是13世纪 有的人说是12世纪 总和言之还有的人说更早 总和言之被说成是捷克语的一部古典 实际上是一部诗集 但是马萨里克经过研究就说 这是伪作 这是19世纪的人伪造的 伪造了一部中世纪的手稿 实际上是假的 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就使得一些 那个捷克民族主义者 就是那个民族自尊心极端强烈 为了民族自尊心可以不顾事实的一些人 就疯狂的攻击马萨里克 但是后来经过考证 马萨里克的说法是正确的 马萨里克自己就讲了 他说他对捷克文化无比热爱 而且愿意弘扬 但是学术的那个严肃性 那不能搞政治正确的 那么假的就是假的 这个和我那个那个那个 要弘扬捷克文化 捷克文学都没有关系 我不能因为要弘扬捷克文化 就去造假 是吧 因此他在学术低位很高的 是吧 他在从1902年到1907年 是在美国讲学 我曾经在芝加哥大学 他在这几年都是在芝加哥大学的 那个社会学中有一个芝加哥学派 是很有名的 是吧 那么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芝加哥大学 当然有很多雕像了 最大的一种雕像 我以为是谁呢 跑到跟前一看 原来就是马萨里克 他的雕像比任何美国人的雕像 都还要大 在美国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仅在芝加哥 在匹兹堡好像也有他的那个像 也就是说 他是那个 他是一个大学者 他的学问是有世界 那个声望的 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他曾经推动过杰克的启蒙运动 作为帝国国会的议员 他曾经试图把奥匈帝国改革为多民族的民主联邦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使他相信杰克独立 是有前景的 他就去游说各个大国 因为他当时是在美国的 那么他又很有声望 所以他就游说各个大国 他成功的使得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放弃了改造奥匈联邦 转而支持各民族的独立 那么到了俄国二月革命以后 他跑到彼得格勒 又说服了刚刚执政的俄国民主派 同意他把奥匈战俘中的杰克和斯洛伐克两族人 组成杰克斯洛伐克军团 并且强化军事训练和民主宣传 使得这个军团可以说是奇迹般的成为一支为民主和杰克建国而战的铁军 杰克军团的军人都很信服马萨里克 称他为爸爸 称他为爸爸 在后来发生的俄国内战中 杰克军团 是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 保持不败的一支势力 他既反对布尔什维克 所以我们如果读到以前我们这一代人读苏联教科书 都知道苏联内战时代 苏联内战时期有一个有名的 叫做杰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 什么叫杰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呢 就是在俄国境内有奥匈战俘 在马萨里克的赶召下组织起来的那个杰克斯洛伐克军团 他们后来跟举兵反对布尔什维克 那么他们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 他们同时也反对白军中搞独裁的高尔查克 他们支持的是俄国的立宪国会 就是二院民主以后建立的 后来那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搞政变 推翻了立宪会议 然后立宪会议就流亡到俄国东部的乌法 然后这个最支持乌法立宪国会的就是杰克军团 那么后来高尔查克原来也是支持这个流亡国会的 后来他嫌这个民主效率太低 他要当强人 我前面讲过嘛 乱世中特别容易出现强人 强人要扫平群雄 然后他就当强人 然后就废除了这个乌法的这个国会 然后这个杰克军团就跟他分裂了 然后最后杰克军团就抛弃了他 所以使得那个高尔查克就被落入了最后落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手里 那么他当然杰克军团是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也反对高尔查克 他们就是支持那个俄国的立宪国会的 那么到了后来俄国民主无望 无论是那个流亡国会还是高尔查克都被消灭了 那么杰克军团还能够全身而退 是吧 那个那个布尔什维克也知道他们非常能打 是吧 那么他们当时也要回去嘛 布尔什维克也就同意了 所以杰克军团全身而退 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 杰克军团从欧俄地区 横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到海参崴 在横渡山大洋经过日本 新加坡回到西半球 经过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从陆路返回杰克 立即成为一支混乱中支持民主的禁律 杰克民主能够巩固 马萨里克作为独立的杰克国父和民主之父 是吧 他能够站着住脚和杰克军团这支武装是分不开的 是吧 在凡尔赛体系下的新兴民主国家中 杰克军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既有战斗力 又有宪政民主价值 不会资深极右军头搞军事政变的 这样一支军队 我们知道 这个在混乱中建立军队啊 用民主的原则老实说往往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民主就不能太铁腕了 我前面在讲到那个乌克兰的时候也提到 其实那个所谓的民主制度下 为什么会有绥靖主义和民主和平 就是因为民主制度下 那个比比较难出现铁腕 是吧 那么假如你真的是要 那个那个那个强化纪律 要建立一个那个那个啊 就是那个战狼式的军队啊 那这个军队往往又被那个啊 在欧洲政治中属于极右翼的 是吧 就是那些军头啊 那些那些呃 就是类似那些好战军官啊 所控制啊 动不动就搞军事政变 这个也是影响民主政治的 但是杰克军队可以说 他有很强的战斗力啊 但是他又有宪政民主价值观啊 绝对不会去那个那个那个 军队国家化 他是绝对支持的 从一开始他就是啊 那个那个认为他是啊 国家的军队 不是哪个党派的军队 对吧 也不会去搞军人独裁 搞军事政变 那么马萨里克就是靠他在建国之初的混战中 成功的巩固了共和国 马萨里克有明确的民主价值观 意志也很坚定 但是他的手段相当灵活 这也是他呃很可贵的一点 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 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啊 也就是说他是社会主义者 但他不仅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而且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中 他是比较温和的啊 那个那个呃 不反对企业家 是吧 那么因此呃 他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他和左派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 那么跟自由派 也可以兼容 在国际上他一方面依靠协约国民主列强啊 跟他关系最好的就是法国 那么他依靠法国啊 呃 推动成立了小协约国啊 我前面曾经讲呃 上一讲的时候曾经提到 是吧 那个奥斯曼安 不是奥雄帝国解体和产生的那些国家 为了啊 为了防止那个奥雄帝国中的极端主义者 就是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 是吧 呃 要呃 扶仇 是吧 要要恢复 奥雄 是吧 那么他们建立了一个集体安全体系 叫做小协约国 是吧 这个小协约国得到法国的支持啊 获得了防止战败国复仇的集体安全保护 那么这么一来 其实也可以防止本国产生军国主义 是吧 因为如果你跟外面的关系很紧张 是吧 那么你往往就是 尤其是小博如果要穷兵独武 是吧 那么往往就会走上一个军国主义的道路 那么这个 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安全保障 那么这就可以 呃 那个一方面防止那个外部战败国 呃 扶仇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遏制本国的军国主义化 是吧 而另一方面 这个当时的捷克 呃 民主政府以 托马斯马萨里克为代表的民主政府 一方面跟西方的 啊 协约国民主列强保持最好的关系 另一方面 他们对东边的苏俄 也持友好的态度啊 这是 可以说是当时和苏俄西边的这些国家中 捷克是唯一的一个跟他们关系很不错的 是吧 其他的什么波兰啊 罗马尼亚啊 匈牙利啊 啊 都是跟布尔什维克非常敌对的 是吧 那么 马萨里克在当时苏俄 我们知道 呃 苏俄建立的头几年是非常孤立的 是吧 那么我们 以前看那个苏联的教科书说 他们受到什么十几个国家的 武装干涉 是吧 这个武装干涉 当然也不是没有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呃 当时捷克 呃 当时布尔什维克 呃 搞政变驱逐了合法的立宪国会 是吧 建立了独裁 那么当时的呃 世界上仍然是继续承认那个国会的俄国 就是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 是吧 就是民主的呃 立宪会议的俄国 而不承认啊 那个搞军事政变呃 呃 那个那个消灭国会的布尔什维克 那所以当时呃 布尔什维克是在国际上是没有什么人承认的 是吧 那么呃 呃 那么另一方面 那个呃 当时的俄国 包括呃 包括二月革命以后的 俄国民主的 临时政府 是吧 也仍然是呃 协约国的一员 是吧 共同大家共同对德作战 可是列宁一上台 我前面讲过那个不 陈独秀对此都很 啊 很失望 是吧 列宁一上台 就背叛了协约国跟德国搞呃 单独购合签订了呃 布列斯特合约 因此协约国呃 就这个也是协约国不承认他 是吧 那么协约国不承认他 那些反对布列斯特合约的 呃 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力量 当然就得到了协约国的承认 是吧 呃 俄国的传统 俄国的合法性由谁继承呢 是吧 那么呃 体制上就有主张民主的继承 是吧 那么在国际关系上就有 呃 和协约国结盟的 呃 那些力量继承 是吧 所以这些国家都干涉 呃 布尔什维克 然后就跟布尔什维克发展 那么以后他们也就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 呃 不承认 苏俄 所以苏俄当时是极度孤立的 那么马萨里克 是吧 我们前面讲过 捷克军团也曾经 呃 要去推翻苏俄 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那么呃 他就是主张啊 对苏俄不急于法律承认 但是应该适时承认 是吧 呃 关于这一点呢 是关于马萨里克研究中 呃 最近几十年的一个共识 因为以前曾经有人 那个那个呃 说马萨里克 左倾 是吧 马萨里克是在西方各国最早鼓吹 最早鼓吹承认凶额的呃 呃 那个国家领导人 呃 后来有人讨证 说马萨里克的原话是说啊 这个呃 布尔什维克夺权是非法的 从法治的角度讲 我们不能承认他 是吧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不能承认他 但是呃 在事实上我们应该跟他保持正常关系 是吧 因为苏联内战已经结束了啊 你跟他去对抗呃 延续战争啊 也没有前景也没有前途 是吧 所以马克思呃 马马克里克实际对苏联的态度是不急于法律承认 但应该事实承认 或者从事或者也可以讲从在事实承认这个角度上 马萨里克在西方对苏关系中是有突破的啊 也就是说啊 他就像基辛格是吧 是一个啊 苏联的老朋友 那么啊 他因而当然后来他在法律上也承认了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从1924年以后那西方各国也都陆续承认了啊 波尔什维克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反波尔什维克的力量都已经消灭了 是吧 那么呃 杰克当然也后来也承认了法律上也承认了苏联 呃 但是在法律承认苏联之前呢 他在事实上已经跟苏联建立了正常化的关系 呃 因此他捷克就成了苏俄西边几乎唯一的关系正常化国家 对于有分离倾向的啊 杰克和奥雄帝国以后的各个国家后继国家一样 呃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个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 以及因此导致的那个分离倾向啊 我前面讲过杰克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杰克人占的优势并不大是吧 杰克杰克人在这个新国家中人口刚刚过半 是吧 第二大民族第二大民族还不是斯洛伐克人是德意志人啊 因为呃杰克杰克人的周边住的都是德意志人 是吧 就那个所谓的苏台德地区啊 德意志人的比重甚至比斯洛伐克都都要高 那么德意志人当然是一直要求归父 一直要求归属奥地利 是吧 后来到了希特勒上台以后又鼓动他们归属 呃 德国那就像那个克里米亚一样 是吧 就是分离倾向很严重 是吧 那么斯洛伐克人 罗塞尼亚人啊 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马赛里克应该说也是成功的 他一方面用民主政治吸纳他的听音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啊 你们可以进入国会 是吧 可以那个在国会中 而且呃 那么德意志人中的那个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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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精英 是吧 那么当然也可以啊 我呃呃呃为资产阶级而奋斗 是吧 那么一方面用民主政治吸纳他们的精英 用左右多元化来淡化身份政治啊 马赛里克可以说在这点上是相当成功的 马赛里克其实内心是非常之 那个呃非常反感那个苏联式的体制的啊 他也是绝对警惕苏联对这个捷克的渗透啊 但是捷共在当时的整个东欧啊 或者说中东欧 是吧 就是和苏俄西边的这些国家中 捷共是唯一强大而且合法的共产党啊 捷克在马赛里克统治时期啊 曾经是第二大党 呃呃 而且他是从那个时候捷克就呃 不搞呃 那个暴力革命的是吧 是加入议会的 捷克是呃 当时的很多国家像包括呃 包括波兰罗马尼亚这些都是反共国家 他们都是呃不允许共产党合法的 但是捷克可以啊 捷克因为是个民主国家嘛 而且捷共当时也不搞暴力活动 那么他一方面用民主政治吸纳他们的精英 用左右多元淡化身份政治 另一方面该应的时候就要应啊 他另一方面坚决镇压苏台德独立运动中的极端和暴力 是是暴力势力是吧 就是你真的啊 就是要搞暴力活动像那个乌克兰东部的那些啊 那些什么 什么什么邓巴斯伪军是吧 那个那个卢干斯克伪军 那就啊 呃我前面已经讲了捷克军团也比较啊 那个捷克军队也比较能够打仗 是吧 那么对坚决镇压苏台德独立运动中的极端暴力 极端势力和暴力势力 那么同时他可以把苏台德德意志人中的左右派都吸纳进国会 因此有人有很多人认为啊 如果不是后来希特勒吞并和英法的绥靖啊 这个是外部的因素了 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是可以存在下去的 对吧 他之所以存在不下去 主要是呃由于外部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印度啊 我们知道印度1947年独立的时候 本来英国人是试图把英属印度呃 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让他独立的 为此那个最后一任 呃印度总督就是那个蒙巴顿 是吧 对那个穆斯林的首领曾娜和印度教徒的首领 甘地啊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啊 这两个人本身也不是呃极端呃派是吧 他们也曾经讨论过合作啊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终于没有谈成是吧 最后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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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边都有极端势力,那么终于,英属印度终于是按宗教分裂了,这就是所谓的印巴分治。 我们的中国人,很多人从字面上讲,不光是中国人,印度以外的很多人都,或者印度本国不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会觉得印巴分治只不过是分治,而且是在英国安排下通过协议。 曾娜和甘地都同意分治的,那么这应该是个和平有序的进程,实际上它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没有战争之名的战争,的一个非常无序和混乱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说实在的,非常血腥,而且比很多号称战争还要血腥。 这一点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说,这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后果,其实大家看看印度的历史就知道,印度历史上就没有一个本土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或者说印度是没有这种统一传统的。 印度,我以前在和南斯拉夫比较的时候讲过了,印度长期以来能够在印度赤大陆建立很大的国家,当然整个统一的几乎没有。 大半统一的国家,像德里苏丹国,那是阿富汗的那些人建立的,像那个摩沃尔帝国,那是中亚的突厥化的蒙古人,也是穆斯林建立的,以及后来的那个英属印度,那是英国人来建立的。 其实英属印度,其实也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你原来的那个阿富汗那边的穆斯林,那个蒙古,那个穆斯林化的蒙古人,都是从外来建立这个统治的,那么结果后来他又是英国人也来建立统治。 但是,那个英国人当然跟这两个前面的这两个不同了,他们是一个近代化的民族,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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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呢,这个印度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印度本土的居民。 在极多王朝以后,长达一千四百年的历史中,只有大大小小的土邦,从来没有建立过比较大的国家,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做,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 那么,这个英国人本来是想把它捏合在一起的,那么,最终捏合应该说是失败了。 那么,那么,本来,英属印度蒙巴顿想搞一个,想让他们独立以后保持统一,也没有成功。 至于这个东西,究竟怪英国人,还是怪印度的所谓的传统,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总而言之,这个,这个英属印度解体以后啊,就发生了大量的混乱,这个各地都发生种族冲突,而且规模很大。 以致上千万人背井离乡,成为流亡的难民,上百万人死亡。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巴基斯坦,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原来的英属印度。 在这个过程中,少的说是死了五十万人,多的说是死了两百万人。 现在很多人都,大部分人则中认为有一百万人死亡。 当时尤其是印度最重要的两个地区,就是西部的庞泽普。 大家知道这是印度的粮仓。 传统帝国的首都德里,就是在庞泽普的。 东部的孟加拉,大家知道孟加拉是当时印度最先进的地方。 英属印度的首府加尔国达,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两个地方恰恰都是人口中,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印度教徒。 而且这两拨人,所以这个庞泽普变成了两部分。 印度的庞泽普省,印度的庞泽普帮,今天巴基斯坦的庞泽普省。 东部的孟加拉,孟加拉也分成了东部的东巴基斯坦,西部的西孟加拉帮。 这个分离的过程就造成了大混乱。 孟加拉和庞泽普,实际上都是处在一种内战状态。 东部的印度教徒逃到西部,西部的东部的东东孟加拉的印度教徒逃到西部,西孟加拉的穆斯林逃到东部。 庞泽普也是一样。 尤其是印度还有一些邦,上层和下层,宗教信仰是不同的。 比如那个克什米尔,我们现在知道克什米尔到了今天还是一个火药桶, 次大陆的一个火药桶,围绕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了四次战争。 现在的边境冲突都还没有停止。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当时印巴分治的时候说, 穆斯林归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归印度。 但是克什米尔,他的王公是印度教徒,想归印度。 但是克什米尔的居民却以穆斯林居多,他们想归巴基斯坦。 而印度内地的海德拉巴正好相反,王公是穆斯林,想归巴基斯坦。 但是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民众却不答应,结果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不仅海德拉巴等地发生内战,印巴之间发生了第一次战争。 这两个国家一建立就打仗。 而且我这里要讲了,巴基斯坦之所以对印度有很大的仇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其实在讲阿富汗的时候也提到过。 那就是因为在巴基斯坦掌权的那些人中,大部分人从什么阿游、布汗、越海、亚汗一直到齐亚、哈克这些人, 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出生于从印度流亡到今天巴基斯坦的那些穆斯林难民。 他们都是原来,他们的家乡都是在今天的印度境内,属于今天印度境内的穆斯林。 然后由于这一段冲突,就被锦离乡流亡到今天的巴基斯坦。 所以这些人当然是有仇恨的。 那么印巴之间发生第一次战争, 而且甚至连圣雄甘地这个最著名的非暴力主义者也使在印度教徒自身内部的极端主义战狼的手中。 一些印度教的战狼认为圣雄甘地背叛了他们不够强硬, 那么对穆斯林太放纵,于是就把他给暗杀了。 但是在如此的大乱中,印度不但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治, 而且在本地居民从来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依靠民主认同,韩第一次建立了多民主统一的共和国。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说印度如何如何落后, 其实印度是一个奇迹,而且我可以说整个世界上是没有第二个的。 在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本土居民,从来没有建立一个, 当然说从来没有可能有点绝对。 你像孔雀帝国,极多王朝,勉强可以说算是本地产生的, 但是自从极多王朝,就是公元五六世纪那个时候那样, 以后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上, 一千多年的历史上, 本土居民只有各个大大小小的土邦, 没有所谓的印度国这样的概念, 也没有所谓印度民族这样的概念。 现在有个说法叫印度斯坦族, 这个族当然也是民主化条件下形成的国家认同的结果了。 那么他不但建立了稳固的宪政民主, 还第一次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共和国认同,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关于这一点, 我在以前讲过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比的时候曾经讲过。 那么印度为什么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呢? 第一不能不说是英属印度两百年英国法治的传统起了作用。 早在独立之前十多年的1935年, 英国就在整个英属印度实行所谓的印度统治法。 所谓的印度统治法就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都分别制定宪法。 是吧, 因为然后英国人试图把这两个东西搞成一个, 但是没有成功了。 是吧, 那么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 就是在7月18号公布了印度独立法。 那么这个独立法就规定英属印度分为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国家。 两国都在各自宪法, 就是印度宪法和巴基斯坦宪法, 这个其实是英国人搞的。 在印度宪法和巴基斯坦宪法实施之前, 是英联邦的自治理, 按照英国法律建立左中右的各个政党。 尤其是印度后来宪法和规定, 规定了世俗国家的原则。 这一点, 印度总体来讲比巴基斯坦要稳定, 这个也是国际公认的。 巴基斯坦经常发生军事政变, 军人统治乃至那个部族的, 包括现在所谓的巴基斯坦塔利班。 那么那个但是印度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的啊, 那个那么印度这个国家左右的分野, 我淡化了种族宗教的身份分野和南斯拉夫截然不同, 这是我过去在印度南斯拉夫比较的时候详细讨论过的啊, 这里也就不再存在。 总之啊, 杰克斯洛伐克和印度证明, 乱中的民主不是不可以善后的。 是吧, 真的民主不幸只能在大乱中建立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的那个经验呢, 是吧, 我们可以多参考。 但是当然了, 乱中民主不是不可以善后, 但的确是相当困难。 而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更为成功,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避免了所谓的乱中民主啊, 无论是啊, 七十年代的地中海三国, 还是那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东欧国家, 都是在秩序还基本稳定, 社会还是正常的状态下实行民主化的。 所以我们说啊, 更好的办法还是避免战乱, 而在安定时代就, 而在安定的时候就启动民主。 这就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功经验。 那么为什么第三波民主化会成功, 至少是基本成功呢? 第三波民主以前被认为非常成功, 甚至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福库亚马, 就是那个弗朗西斯福山, 曾经在九一年, 九二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 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认为从此世界就民主化, 就势不可挡了。 那么现在当然不会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了, 而且现在民主的确是面临非常严峻的讨厌。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一直到目前为止, 第三波民主化的多数国家都成功的建立了相当稳定的, 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嘛, 像希腊那都已经半个世纪了, 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那么当然可以说是成功的。 那么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 你很难说某个什么特殊的文化就特别容易搞民主,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比较能够容纳各种国家的一个归纳的话, 你会发现第三波民主化并不是在动乱中产生的民主化, 他们都是在秩序还相当稳定的时期就出现了民主化过程。 当然除了前南斯拉夫地区以外, 前南斯拉夫地区就是铁拖死了以后就越来越乱, 然后民主化还没怎么搞就发生了内战。 那么除了前南斯拉夫地区以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 他们的民主化都不是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发生的, 民主转型并没有遇到结束动乱的难题, 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主化都比较成功。 但是为什么真正的问题在于, 很多人一听我这样讲, 他们就自然的反应就是这个, 的确也是。 为什么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 这些国家会发生转型呢? 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国家就不会呢? 那么当然直接的原因你可以说, 因为他们的统治者相对而言比较开明, 他们在还能够保持控制力的时候, 就主动推进转型, 从而避免了乱局, 这对国家是好的, 对他们自己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只有这样的原因, 我们就不要做任何事情了。 开明统治者是可遇不可求, 没什么可说的。 问题是, 统治者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变得开明起来呢? 或者说, 开明统治者为什么在这一个时期, 他的发生率会比较高呢? 当然不是任何统治者都是开明的, 像齐奥塞斯库就不是。 但是的确从希腊、西班牙到各个东欧国家, 不是一个两个国家, 这个时候从右翼的地中海市武夫, 地中海、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军政权, 地中海的武夫到左翼的东欧共产党人, 从东亚的蒋经国到南非的德克勒克都同时开明。 这就不光是个人的因素了。 除了民主思想在当时世界的影响力确实比一战时期更大一半。 这里我要讲当时整个世界在经济上, 西方国家也是正处在最繁荣的时期, 就是所谓的里根萨切尔繁荣。 那个时候东欧各国的经济都处在停滞状态, 都是老百姓的生活跟西方相比是差得很远。 尤其是像捷克那样的国家, 我前面已经讲过, 他在奥雄帝国时期是最富的。 当时的捷克比奥地利, 比后来属于西方的奥地利要富得多,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 捷克已经比奥地利要穷好多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民主思想在当时的世界影响力确实比一战的时期更大。 但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这里应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 从大概率而言, 当然那个圣雄不是没有可能, 包括统治者中的圣雄, 愿意主动放弃权力的, 或者主动限制权力的, 不是不可能, 但是从大概率上讲, 常到权力填头的人都是不愿意主动放弃的。 那么应该说, 韩式这些统治者当时面临很大的压力, 统治者如果不开明, 压力就没有办法化解。 应该说不管在什么文化条件下, 很少有统治者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仅仅凭借某种压力理念就可以开明的。 如果说第三波民主化比第二波民主化做得好, 我认为带有总体性的原因, 所谓总体性原因就是, 不仅只能说明一个国家, 而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总结进来的原因。 如果你具体到一个国家, 很可能每个国家都有, 很可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原因。 但是如果要讲总体性原因, 我认为就在于, 这些国家没有发生动乱的情况下, 社会就逐渐给统治集团施加了越来越多的转型压力, 使这些统治者出现开明人物的几率就会变得比较高。 的确, 出现开明人物不是什么规律, 它始终都是一个几率问题。 如果统治者面临很大的压力, 统治者出现开明的几率就比较大。 那么再仔细分析一下, 这些压力来自何处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压力可以来自各个方向, 各种理由, 各种主义, 各种宗教, 甚至上上下下的各个阶层。 其实没有什么理由说, 因为东欧国家是社会主义, 所以压力就只能来自资本主义。 因为那个希腊、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资本主义, 所以压力就只能来自社会主义者或者左派政党。 不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打破这个框框。 假如这个国家原来是资本主义制度, 从资本主义本身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角度, 就会形成压力。 比如我们大家现在都讲了很多的, 台湾地区, 国民党本身原来的意识形态就是说, 要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 说专政是暂时的, 将来总还是要搞宪政。 那么社会就可以要求你朝着这个方向走, 不断要求你履行诺言, 限制越来越限制专制的权力。 再比如说, 传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的来源。 当初西班牙弗朗格军人夺取政权的理由, 就是要维护传统。 当时西班牙三十年代西班牙共和国, 废除了国王, 那弗朗格说, 我们西班牙人的传统就是要拥戴国王, 是吧, 这个共和国是犯上作乱, 那么他就以维护传统的理由, 骑兵夺权。 但是, 武夫善权难道合乎传统吗? 讲传统, 你就要归正于国王, 而民众要求归正国王。 在当时的西班牙, 民众要求归正国王, 其实就是要君主立宪, 是吧, 这个君主立宪, 这个要求归正国王是一个传统的理由, 这个压力也是来自传统的, 弗朗格是一个强人, 一直到死他都把权力不放, 但是他也知道传统的权力, 何况他的合法性也来自这个, 也来自这个传统, 是吧, 他当初起兵就是说, 共和制不行, 是吧, 我们还是要有国王, 是吧, 那么他一去世, 这个他的继承人归正于国王, 就成, 就压力就变得更大, 是吧, 那么民众要求归正国王, 其实就要求, 其实就是要君主立宪,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 他的意识形态是一党专政的, 号称是社会主义, 不允论宪政, 也不承认国家权力要受到限制, 但是你既然说是社会主义国家, 你的权力不受限, 那你的责任就不能受限, 对无限的权力就应该无限的问责, 从摇篮到坟墓, 你提供是该的, 我们不需要感谢, 不提供, 或者提供的不好, 我们就要问责, 所以东欧各国的民主化, 从1953年东德的六一七公朝开始, 他的经济诉求, 一直都是社会主义问责式的, 东欧各国在民主化之前, 反对派从来没有主张私有化, 甚至连市场也很少提, 那么当然这里有一个实际情况, 就是东欧各国, 尤其是东德和波兰, 历史上少有专制皇权, 但是战前就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 我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传统, 不是斯大林主义的传统, 而是工会和社会民主的传统, 人们都知道劳工权利, 却不知道寇谢皇恩三夫万岁, 德国在纳粹上台之前,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是议会的第一和第二大党, 战后两党合并成统一社会党, 虽然是在斯大林强制下搞的, 但是当时两党的首领都是工会出身的, 老德贡的威廉皮克是木工工会的领袖, 社民党的格罗提沃是印刷工会的领袖, 工会领袖是干什么的? 就是要为工人争取, 干活更轻松, 挣得更多, 福利更好, 只有资本家才会叫工人, 先生产, 后生活, 小车不倒, 只管推,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苦就是汗, 死就是血,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不就是血汗工厂吗? 那时说只有资本家才会干, 才会这么干, 你工会领袖能够干这个吗? 所以, 尽管斯大林体制下议会民主被专政, 但这个专政据说是为工人的, 当然不能比资本家还要血汗, 我限制不了你的权, 因为你是一党专政嘛, 而且也没有三权分离, 是吧, 那么我既然献不了你的权, 就要按照社会主义标准问你的责, 直到无限的问责, 是吧, 你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 却只想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 这怎么能行呢? 1953年工潮中, 东德人提的口号就是打倒红色血汗工厂, 既然是红色的, 就必须让工人干得更多, 干得更少, 挣得更多, 如果统治者要你比西德的工人干得更多, 挣得更少, 那还算是红色的吗? 六一七工潮被镇压了, 但有趣的是镇压的理由, 当时东德讲的无非就是两条, 一条是说工潮有外部煽动的背景, 说工潮是西德的人, 是西方帝国主义煽动的, 二是说工潮里头混入了坏人, 出现打砸抢, 但是工潮的诉求, 尤其是经济诉求, 当局却没法否定, 因为这都是标准的社会主义要求嘛, 人家一没有要求私有化, 二没有要求自由市场, 就是要求工人当家做主的工厂, 不能比资本家的工厂对工人更拖克, 这有错吗? 社会主义的东德工人, 应该比资本主义的西德工人更少付出血汗, 而更多享受福利保障, 这不是当局你自己说的吗? 所以, 运动中混入了坏人, 或者被坏人利用, 但工人的诉求是合理的, 我们应该满足, 这就成了当局处理此类事件的模式化的说法, 1953年的东德是这样, 1956年, 1968年, 1970年, 1980年的匈牙利, 捷克尤其是波兰, 也都大同小异, 当局每镇压一次被坏人利用的运动, 就必须要在满足工人合理诉求上加一层码, 像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 当时民众对当局施加了压力, 政治上的, 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往往是隐性的, 因为这里有明确的言论禁忌, 你不能说废除一党专政, 你这样说马上就把你抓起来, 而在经济层面, 显性的都是关于公共服务福利问责方面的内容, 肉类涨价要抗议, 暖气不热也要抗议, 幼儿园太少要抗议, 这些福利无限积累, 体制承受不了, 波匈这几个最早出现政治转型的国家, 都是东欧福利赤字最大, 在台高, 在台住的最高, 难以为继的典型, 问责首先是逼出了经济转型, 与一些人想象的相反, 东欧搞市场化, 最初并不是反对派的主张, 而是统治者之所急, 为什么急呢? 就是被民众的问责问得受不了了, 体制后期, 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当局极力想搞市场化改革, 目的就是要甩包袱, 卸责任, 要老百姓不找市长, 找市场, 但民众却不依不饶, 你垄断着权力, 我不找你找谁呢? 要想卸责, 先要献权, 你市长可以随便找我们弄权, 却不准我们找市长问责, 哪有这种道理啊? 想维持社会主义的, 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无限权力, 却只承担资本主义的有限责任, 甚至连这样的责任都不想承担, 这岂不是岂有此理吗? 要搞市场经济, 就必须从市长不找市场找开始, 而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 什么叫市长不找市场找呢? 那就是市长不能随便对民众弄权, 于是当局的卸责改革, 一次一次被民众抵制, 最后不得不坐下来开圆桌会议, 你给我授多少权, 我对你负多少责, 权力有限, 责任自然也有限, 这就有了宪政转型, 而宪政基础上的民众也不再对政府 无限问责, 市场经济改革也就可以公平地进行了。 其实在圆桌会议以前, 问责已经在前移默化地出进宪权, 不是吗? 你说搞福利没有钱, 那钱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政府搞那么多小汽车和官员别墅就有钱呢? 在福利不能问责而只能谢恩的国家, 民众不会关心皇上的账本, 但是在波兰匈牙利就不一样了, 福利问责使得民众紧盯财政, 结果弄得当局捉尽见走。 平行而论,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 波凶旧体制末期的官员还真是清廉, 没有什么既得利益, 这不是他们的觉悟高, 而是民众的福利逼仗, 把财政挤干榨尽, 实在没有什么油水了, 当官没有什么既得利益, 民众又紧盯你逼赞, 福利搞了没人谢恩, 不搞众人就要问责, 这官当的真是如同鸡肋, 也就没有必要不择手段的恋战到底了。 其实在变革前十年, 波兰官员任内辞职, 就已经不罕见, 包括波兰的几个总理, 什么平科, 什么随随随了, 好几个总理都是这样, 市长, 什么基层的干部就更是这样, 变革前十年, 波兰官员辞职就已经不罕见, 变革中, 他们的开明, 也就不难理解了。 也就是说, 当官的实在在老百姓的问责之下, 财政枯竭, 他们想贪污都没有什么可贪的, 是吧, 那个官当的实在也没有多大意思。 是吧, 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老百姓老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电筒, 就造准了这些当官的。 这里头就有个问题, 这个手电筒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转型要成功, 就不能够等到天下大乱, 统治的开明很重要, 而除了个人因素以外, 开明是适度压力造成的, 而压力并非只来自一种主义, 其实很多主义都是两面的, 专制者可以用来压民众, 民众也可以用来压专制者, 就如前述的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老板用来压劳工, 那就是血汗工厂, 其实自由雇佣自下工厂如果太血汗, 工人还可以跳槽, 而专制皇上要老百姓,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就更可怕了。 但是你不是说人民是主人, 当局只是公仆吗? 仆人怎么可以要求主人,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呢? 而主人要求公仆,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倒是顺理成章的吧。 不许我们献你的权, 我们当然就可以无限问你的责。 其实别说不怕死了, 就是如波兰体制后期官员那样没有油水的清水衙门之苦, 就足以使他们不再留恋专制了。 同样当初弗朗哥以维持传统, 维护传统为名, 镇压共和盘, 但后来民众也可以以拥护传统为名, 逼迫他的继承者归正于国王。 那个时候的欧洲已经没有专制国王立足之地, 有的都是立宪的虚军, 是吧? 欧洲凡是有国王的国家, 都是立宪国家。 比你服从传统, 归正国王, 其实就是君主立宪的一个旗号, 是吧? 当时的欧洲有的都是立宪的虚军, 归正国王其实就是走向宪政。 而弗朗哥这一派还没有办法反对, 因为维护传统本来就是你打的旗号嘛。 西班牙人就这样把传统从专制者对民众的压力变成了民众对专制者的压力, 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和平的转型。 反过来讲, 即便是自由主义这种通常被认为只是民间施压于政府的主张。 如果任由统治者乱用, 也会变成自由之敌。 不是吗? 我国暴情和汉代的专制者都曾经一方面大搞, 立出一孔盐铁官营的官家经济垄断。 另一方面却鼓吹, 穷人不是懒汉就是罪鬼, 饿死活该, 国家根本不应该有救济之责。 这种就是所谓的贫穷者非刺及舵也, 是吧? 就是如果既贫, 那就是夺利简而与刺舵, 那是绝对不能做的。 那么这种专制者既扩权又卸责的论调, 今天居然也被一些人打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标签。 其实不光是东方国家, 东欧其实也是一样。 波兰旧体制末期, 当局也曾经一面想维持政治经济的垄断, 一面却打着经济自由和市场化旗号, 授权企业随意解雇罢工者, 而且还企图对格战斯克造船厂等大型国企, 强行破产清算, 搞私有化, 遣散工人, 以消除民主派工会运动的基础。 是吧? 当时他们的波兰的那些最后一代共产党的统治者, 他们就想说工会, 那就是对付老板的呀。 但是如果你是国企, 那国家就是老板, 那工会当然就是对付国家的。 是吧? 现在还不如我搞私有化, 我把私有化企业变成是私人的了, 那你工人当然就对着老板。 是吧? 我国家反而可以高居工人和资本家之上, 是吧? 来当仲裁者了。 是吧? 基于他们这样的思想, 就老说, 像团结工会发生的格战斯克造船厂, 是吧? 说在经济上不合算, 就要搞私有化,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讲, 工人就不干。 是吧? 如果不是此际在民众抵制下失败, 后来的原作会议和平转型, 以及民主背景下成功的市场改革, 都将难以发生。 经济自由是这样, 政治自由也是这样。 我曾经提到过, 我在那个走出地质这本书中曾经提到过, 明治以后的日本式自由主义, 专门鼓动小共同体内的自由, 把人变成不孝父母, 于中天皇的军国主义工具。 我国新农化运动后期的蜕变, 其实也提供了类似的教训。 是吧? 你不是要自由吗? 好, 你像你爹, 你妈去叫自由, 向家庭要自由。 是吧? 你们个个都那拉出走, 出走到哪里呢? 是吧? 你们不能做家庭的工具, 但是你们走出家庭以后, 国家把你们抓起来做工具。 是吧? 这不是个性解放吗? 这不是个人自由吗? 是吧? 摆脱小共同体。 但是这种日本式的自由主义, 是吧? 你看看福泽鱼籍的书, 是吧? 张口闭口, 一千字的文章, 有五六处讲自由。 但是他讲的这些自由就是摆脱了爹妈, 摆脱了藩主, 我们都成了天皇的工具。 是吧? 实际上啊, 其实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讲, 任何主义作为语言符号, 都有索旭尔所讲的任意原则特性, 专制者可以用来压民众, 民众也可以用来压专制者。 第三波民主化成功的国家, 比较普遍的一点, 就是民众善于运用各种话语资源, 来绕过专制的语言禁忌, 成功的对专制者施加了压力。 你号称社会主义, 我可以用社会主义对你问责, 你号称自由主义, 我可以用自由主义对你宪权, 你提倡传统, 我可以用传统话语施加压力, 你提倡基督教, 我可以用基督教义对你施加压力。 总而言之, 压力话语无处不在, 关键在于不能只让统治者给被统治者施压, 被统治者要用一切办法向统治者施压压力, 这些压力往往因事而发, 但是这些压力的积累就逐渐使得专制者原来的顽固态度难乎危机, 出现开明者的几率就不断的上升。 现在的确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认为所谓的压力只能建立在某一思想资源, 或者某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比如说以仁义道德为理由施加压力, 好像就不如以基督教义施加压力来的顺畅, 或者用社会主义问责的理由施加压力, 好像就不如自由主义宪权的理由来的顺利成章, 这就使人们失去了很多的可能性, 而且搞得不好还会产生很糟糕的现象, 即不同的资源都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 比如用左的话语为统治者扩大权力, 用右的话语为统治者推卸责任, 这样的话当然这个社会转型就会越来越难, 因为专制者从来都希望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 而责任越来越小, 如果没有足够的遏制, 不仅权力会无限扩张, 而且责任会无限的推卸, 比如当权者强制大家延迟退休, 有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因为西方也要延迟退休嘛, 但是西方延迟退休是理所当然, 因为他们是有限政府, 只有有限权力, 当然只能承担有限责任, 一讲责任你就拿西方来比, 讲到权力你怎么不拿西方比呢? 如果你责任要有限, 凭什么权力却要无限呢? 现在好了, 在问责方面他没有压力, 他就会献权吗? 笑话, 无人问责的权力谁不想越扩越大呢? 请看, 在减伏利的同时他就要加税了, 你不但要延迟退休, 而且即使退休了, 还是要交各种各样的保险税, 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阻力, 他还会进一步的扩权卸责, 恨不得让你老死了都不得退休, 同时死人都要交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宪权和问责两个方面的压力都是不能放弃的。 尽管社会压力的语言表达形式可能存在各种限制, 但是实际上每一件事, 每一种思想资源都可能有不同的指向。 过去体制内有一种说法, 好像就是毛泽东说的, 他说啊, 某些霸道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手电筒, 自己拿着造别人, 却不准别人拿了造自己。 那么老百姓更简单的说法就是,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北姓点灯, 其实何止马克思主义, 任何主义都不能把它变成单方面的单方向的手电筒, 只能上面造下面, 下面不能造上面, 而如果把手电筒掉一个方向, 所有的思想资源都是可以为社会转型, 国家转型, 社会进步提供动力的。 研究思想的人们往往为哪种思想正确而争论不休? 其实在思想获得自由之前, 能否自由思想比持有什么思想更重要? 这就像无论烧的是煤油还是豆油, 只许州官烧, 那就是放火, 百姓也能烧, 那才是点灯, 大家说对不对啊。 而且多元的思想还能够产生我经常讲的一个概念, 叫做此祸效益, 其实何止近代?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15世纪欧洲就出现了一次思想解放, 当时同样是讲基督教戒律, 教廷高层只拿戒律来敲打信徒, 那就是保守势力。 是吧, 你说宗教改革改的是什么呀? 是吧, 现在很多人说宗教改革有很多什么某个教义如何, 某个教义如何, 其实你看看, 真正起作用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些教义, 而就是基督教的戒律。 是吧, 那个罗马教, 他们自己很腐败, 但是拿教戒律来敲打信徒, 是吧, 说你应该守规矩, 是吧, 那就是保守势力。 而像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 当然尤其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搞的改革是干啥? 其实就是反对教庭的腐败, 说你教庭违背了基督教的戒律。 是吧, 你征收什么赎罪券, 你征收了赎罪券来自肥, 是吧, 这不违反基督教的戒律吗? 是吧, 只准你说我违反戒律, 不准我说你违反戒律。 这怎么能行呢? 同样是违反戒律。 教庭拿来敲打信徒, 那就是保守。 马丁路德拿戒律来敲打教庭, 是吧, 新教徒用基督教的戒律来敲打腐败的高层, 那就是后来的启蒙的先生, 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 从抨击教庭恋财的马丁路德, 直到后来出走美洲的清教徒, 干的不就是这个事吗? 基督教和自由民主的关系, 现在被讲得非常之复杂。 一些人认为只有基督教文化中, 才能孕育出自由民主。 他们这样讲的一个基本理由, 就是最初的自由民主体制, 的确是在基督教西方出现的。 但是, 基督教诞生和初期流行地中东, 并没有成为民主的摇览。 基督教西传入欧以后, 也有千余年之久, 并没有体现出与自由民主有什么关系。 只是体现了罗马文明的衰落,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而罗马文明从共和国公民政治到罗马法等等与近代制度的渊源关系, 又是众所周知的。 偏偏偏, 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又有过长期的剧烈的冲突。 诚然站在罗马文明的立场上, 把基督教传入看成是黑暗时代, 这种十八世纪启蒙话语在今天看来是相当片面的。 但是反过来, 今天也很少人认为基督教会对近代转型只有推力而没有主力。 很少有人否定罗马文明复兴和世俗化启蒙对近代化的作用。 更不用说在逻辑上, 自由民主体制本身就遵循世俗化原则, 而且它的发达通常都伴随以宗教氛围淡化的世俗社会, 或者社会的世俗化。 其实现在一般都承认罗马文明或者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都是构成近代化图壤的所谓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资源。 这就是现代西方运营于两西, 就是希腊和希伯来之所。 但是两西, 尤其是希腊发展的罗马, 希腊发展出来的罗马和希伯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两者, 却是打架的。 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曾经打得比近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架还要厉害。 更有意思的是, 不要说在两西只有其一的地方, 例如只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国家了, 但是它是没有什么希腊罗马的文明的。 就是两西传统皆有, 而且结合的最好的地方, 典型的就像我前几次演讲的拜占庭和希腊, 东正教地区, 也未见得就是现代化转型容易的地方。 恰恰相反, 在这片广大土地上抗拒现代化转型, 直到今天你都还能看得到这种现象。 为什么两西打架或者两西和谐, 在有些地方会有利于现代化转型, 在另一些地方却相反呢? 其实并不难理解。 在前一类地方, 教会抵制着世俗王权的扩张, 而希腊罗马的共和及公民政治传统, 也成为解构王权的力量。 讲的简单点就是, 教会传统在抵制王权, 而世俗的公民传统, 或者说希腊罗马的共和传统, 也是解构王权的力量。 而在后一类地方, 教会成为皇帝训化民众的工具, 而希腊罗马的马其顿军事坛, 也成为强化皇权, 压制民众的力量。 换句话说, 就并存着两支电筒, 就是希腊罗马的电筒和基督教的电筒, 就并存着两支电筒而言, 上述两类地方表面上看起来类似, 但是在前一类地方, 两支电筒都是老百姓拿着往上造的, 而后一类地方却都是组织拿着往下造的。 不管是煤油还是豆油, 在前一类地方都是北姓点着灯, 而在后一类地方都是州官放着火。 在历史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 我们同样看到类似的现象, 近代所谓的中西文化碰撞, 是吧, 号称禁止阳教反对西方而独扬所谓的国术。 但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实际是借天父天兄之名, 独尊天王, 大小众臣公, 不尊天王的都会被云雪中就是杀头。 义和团的反夜则是对教民进行大屠杀, 尽管文化倾向似乎一席一种, 其实都不过是打着不同旗号, 同样维护专制都没有转型意义。 其实孕育自由民主的与其说是某种教义, 不如说就是这种信徒用戒律来敲打腐败的高层这样一种举动, 就是下层拿着电筒造高层的举动。 就是公众学会来用教义来问责于统治者, 而不是只有统治者来用教义来属服公众。 离开了这一条, 无论哪一种宗教, 也无论是强化宗教还是反对宗教, 都是与自由民主无缘的。 基督教西方现代化转型的奥秘在我看来, 我这里讲的现代化转型, 基督教西方不仅是新教的西方, 其中也包括像西班牙那样的天主教西方, 和希腊那样的东正教西方。 那么他们现代化转型的共同奥秘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不必调换电筒, 西班牙也没有说他要废了天主教改姓新教, 希腊也没有说他要废了东正教改姓新教。 他们没有调换电筒, 只是把电筒转了个方向, 从往下造变成了往上造, 这就照亮了转型之路。 第三波民主化取得的成功, 就是各种思想资源都成为对专制者的压力所造成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成功不仅是自由主义的成功, 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 他仅仅是极权主义的失败。 人们从左的方向对他进行问责, 从右的方向对他进行宪权, 就共同推动了这种成功。 反过来讲, 如果从右的方向为他卸责, 从左的方向为他扩权, 恐怕就有相反的命运了。 总结两波转型的经验教训, 就是不能使国家的危机到了天下大乱, 才追求转型。 像一次大战以后的转型之所以不成功, 很大程度上就是乱中转型之难所致。 而要在大乱之前转型, 人们就要, 和 keeper方向对他进行宪权之什么? 在这方面呢, 经验是否邀请转型之后, uldade向来电脑地的状态下, 这方面呢,